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IOH讲座 首先是赛先生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 面对多变的未来 记得要保持好奇与勇气 这会让你获得更多的乐趣 这是我的目录 在这里我会依序介绍 我在一大读食品科学系的经历 以及我的课外活动 首先我的名字叫做范婷于 高中的时候就读的是台北市立南湖高级中学 我常说我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三类组 因为我的英文还有数学非常的差 那时候在选组的时候发现 每一个类组都要有英文还有数学 唯独我的收募是一个比较好的科目 最后我就选择了三类组就读 那我是怎么把我的英文数学救起来的呢 就是抱着beast的决心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读英文 然后再强迫自己再算两个小时的数学 持续了半年多 这也让我的数学 从最后一次模拟考的底标 冲到了学策的前标 我人生的转类点呢 就是我的母亲在我高中的时候过世 从发病到过世 只有短短的半年 这让我深深的体会到 人生何不潇洒走一回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 不后悔自己决定的人 学着对自己负责 我觉得大学呢 是一系列的选择 从一开始你选择要读哪一所大学 哪一个科系 要上什么课 今天要不要翘课 午餐要吃什么 全部都是选择 接下来要来介绍我的学校 国立宜兰大学 宜大 宜兰大学它位在宜兰市中心 也又是左边黄色的地方 说到宜兰大家都会想到有几米公园 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晚上经过会被很多的雕像吓到的公园 宜大是一个小学校 大约只有五千人 而男女比大约至七比三 宜大有四大学院 十六个系所 分别为工学院 电机资讯学院 生物资源学院 以及人文及管理学院 我觉得宜大最美的地方呢 就是灵印大道 它也是我的自由年代所拍摄的景点 宜大有个还蛮有名的公共艺术 它叫做凤凰鱼飞 可是我们大家都戏称它叫做铁大便 宜兰是一个多雨的地方 因此发展出一个特色活动 叫做散记 每年学生会都会用雨伞来装饰我们的校园 宜兰大学是一个没有游泳池的大学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盖的时候挖到了遗址 所以宜大有遗址 可是没有游泳池 黄春明老师是我们宜大的特聘教授 每年都会来学校办演讲 每个学校都有校狗 那宜大的校狗特色是什么呢 他们有自己的一组贴图哦 刚开始我选择宜大第一件事就是看宜大的交换生 因为我觉得出国交换是一个最划算的投资 因为你只要缴宜大的学费就会有国际的经验 宜大的姐妹校有波兰 法国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印度 以及中国 接下来要来介绍 我在宜兰的十一住行 以及我这个台北小孩开眼界的过程 第一年一定要先讲到住宿 大一的时候 大家都会住在宿舍 可是因为我们学校男生比较多 所以男生是要抽签的 小部分的人大一开始就要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而女生的话就是一定会有宿舍可以住 大一住宿的生活让我深深的体验到什么叫做出外靠朋友 凡是从考试 作业 午餐要吃什么 晚餐要吃什么 要不要吃宵夜 全部跟你的室友有密切的关系 在宜兰的饮食呢 基本上晚上七点后就没有什么店家是开的了 只剩下连锁超商 比如说Sever Family 或者是麦当劳 以及一家晚上才会开的早餐店 我觉得学校附近最好吃的点心店呢 就是黑店啦 它一点都不黑心 它叫做黑秀冰店 卖的是绵绵冰 以及甜心松饼 它是我吃到现在最便宜好吃的松饼 大概四十块以内就可以让你吃饱 说到宜兰一定会想到奶冻卷 而宜兰圈距离一大大概只有十分钟的路程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 很常下课就跟同学到宜兰圈去吃免费的buffet点心 在宜兰的交通不像台北那么便利 有捷运 公车的班数也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在宜兰有个摩托车会比较方便 甚至是脚大车都好 那宜兰的娱乐有哪些呢 宜兰就是好山好水好多雨 基本上只要一下雨 你哪里都不能去 因为宜兰是台北的后花园 充满了自然景观 像是郊西、罗东、乌石岗、太平山 只要你有摩托车 帮你宜兰走透透 宜兰的电影很便宜 只要一百八十块就有 可是不要去电影院买电影 要到书店去买电影票才会有一百八十块的优惠喔 接下来要介绍我的科系 食品科学系 为什么我要读食品科学 我当初是在填繁星的时候 就已经填了一大十科 可是那时候我繁星落把 后来我是用真式上一大十科的 很简单 因为分数决定一切 我是依照我学测的成绩 寻找一个我不讨厌 然后毕业后一定会有工作的科系就读 刚好那时候在读一大食品的一个学长 回到南湖高中拍毕业照 被我的班导师遇到 然后学长就跟我聊天聊了很久 然后我就决定我要读一大食品 为什么说食品系一定有工作 因为名以食为天 只要和食物相关的 我们都会学到 像是牛奶的杀菌 罐头的制成等等 那么什么是食品科学呢 简单来说 它就是生活中的科学 有多生活 甚至会教你怎么洗手 湿搓冲捧插 我们从幼稚园背到现在 这有什么好教的 因为我们学的是 食品从业人员的正确洗手步骤 多了一个刷 主要是在把你的指尖 前面这边缝隙的地方要刷干净 从业人员的手不可以有饰品 然后美甲等等装饰 指甲也不能过长 过长的定义就是手伸起来 你这样看过去 不可以看到指甲 那么食品系的迷思有哪些呢 我觉得最长的问题就是 食安问题真的都是我们的错吗 我将会由后面的课程介绍来聊 破除这些种种迷思 然后接下来最常听到的就是 你吃吃看 这食物到底加了些什么添加物 对不起 我吃不出来 这食物到底加了什么添加物 添加物的含量以及成分是哪些 因为我不是机器 以及食品系一定会煮菜吗 没有 我们每天进去的是实验室 厨房仅限于选修课才会进去 很多人会问我隔夜菜吃了会怎样 这杯饮料喝下去会怎样 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是无风险的食物 就算是水喝多了也会让你中毒死亡 食物大部分都是剂量上的问题 就像是药 剂量对了它是药 剂量过头了它就会是毒品或是毒药 那么食品系都在学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会学食品加工与工程 它是在教你原料变成成品的过程 有一堂实习课我们就从炒猪肉开始 自己炒自己调味 然后再把猪肉装到罐头里面 进行封装、抽真空、杀菌 杀菌后再由各组之间进行官能品评 了解组跟组之间 它们的罐头口味上的不同 我们也会学化学及检验科技 它算是一个食品的健康检查 了解这项食物它的蛋白质含量 粗脂肪含量 它的重金属含量等等 我们也会学维生物及生物科技 主要是在了解这些维生物 在食品上扮演的角色有哪些 比如说像酵母菌 它可以进行发酵、酿酒、酿醋、酿酱油 而在夏天常听到的凉面的大肠杆菌 则是维生物在食品中容易造成的危害 以及食品中毒的事件 我们会学食品安全、卫生及管理 简单来说就是认识食品标章 后面这六张图你们一定都看过 可是你知道这六个标章所代表的意义吗 在这堂课我们会学着 这些标章代表的意义 以及我们的安全卫生管理要怎么样做到 才可以确保食物的安全 除了学校规定的必修128学分外 我们系上还有个学分学程的课程 以我现在为例的话就是学分学程三选一 要把下面这三项学程全部都三个选一个 完成才可以达到毕业门槛 除了学程之外我们也会上一些 我们也会要专题讨论以及实习二选一 这是在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要进行的 简单以下介绍什么是专题讨论 我觉得专题讨论就是让你体验研究所的生活 你就是第一线的观察员 在实验室看看学长姐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食品系的实验室到底可以学些什么 而实习的话就是让你了解未来可能的工作 像学校就会与旺旺以及葡萄王签约 让我们在属下的时候进行实习 除了暑假的实习外在大四下也有实习学分 整个学期都可以不用待在一大堵 不用待在一大上课 可是你就在外面实习然后绞交报告 我们的专题分成三大组别 分为加工组、化学组以及微生物组 很多人会想问教授怎么学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一个 能够跟你沟通的教授 因为在专题的过程中 你需要跟教授大量的沟通 然后询问 所以要找一个可以跟你沟通的教授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呢? 我觉得实验室它是一个课本的衍生 你已经有一定的专业基础 你要把这些基础运用在你的实验上面 我觉得研究所与大学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 以大学来说实验室就算是实验课都会有TA 而且你大部分都知道最后的实验结果是什么 有任何问题都只要去问TA就好 可是研究所的实验没有标准答案 所有的过程都是让你自己去寻找 你要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来了解 我哪里有问题 我可能要怎么解决 系上也有五年一贯的方案 五年一贯就是让你在大四可以先修到研究所的课程 也就是大学加研究所总共五年就可以毕业 最优惠的方式就是学杂费减免啊 如果你大学成绩够优异 你最多可以减到三学期 以及这是一个你已经呆了四年的环境 在一个习惯的环境 熟悉的老师 然后你就可以比较方便你的研究 研究生活的进行 你的研究的进行 那么食品系的资源有哪些呢 我们有食品实习工厂 在这里我们会学着怎么做罐头 宝咪庞还会运用冰淇淋机 在八楼的精密仪器室 我觉得是食品系最值钱的地方 这整间教室可是破百万 我们有生物资源产品检测及技术推广中心 简称简中 简中可能就会负责 负责学校的福利社的便当啊 学校的饮水机以及甚至是宜兰的民产压赏的检验 来确保他的安全 食品科学系与密西根大学有签约国际双学制 就在一大读一年的研究所 然后另外一年去密西根大学读一年 就可以拿到两个地方的毕业证书 食品系的特色有哪些呢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学长姐关系很紧密 虽然我前面说一大男女比是7比3 可是在食品系顶多1比1甚至像我们班的话会到1比3 基本上学姐不太会放生学弟妹 因此我们在其中其末的时候都会收到欧帕堂 而且只要有跟学姐套好关系拿到考古题 你的学期成绩就没有关系啰 食品系学的很杂 因为人吃五穀杂粮生物化学物理我们都要学 从产地产出来的食物 一路到甚至到餐桌上面变成菜肴吃进人体 这一系列的过程我们也全部都要学 我觉得食品系大一就是靠老本 因为它只是基础的高中生物物理以及化学 我觉得大二就是要靠同学 因为开始会有一些专业科目进来 高职同学他们在高职已经先修过了 所以会比较熟悉 这时候就可以透过高职同学来了解老师上课在讲些什么 而大三的话就是靠自己了 因为这时候专业科目更深 连高职同学都不太能够应付了 比如说像食品工程学 我们在食品工程学里面会学流体力学 热传导 为什么要学这些 举例来说像是在工厂 班前降我们要怎么确保它的杀菌温度 然后它在管线里面要怎么运输 这些都是在工程学会学到的 我觉得大四就是靠理想 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人 因为大四没有什么必修课了 你可以选择不要上课然后去打工 或者是有些人会选择去上一些外系的课程 而我的话我就是选择上一些自己喜欢的课程 除了读书系上也有很多的活动 包含了银杏素银、月饼银、圣诞节 以及系卡还有小石碑等等 那么食品系跟相似科系的比较 首先是食品系与营养系的差别 我觉得食品系在意的是食物 而营养系他们在意的是这个食物对于人会有什么影响 以苹果为例 食品系的话就在意这颗苹果它的固形物含量 然后它的水分含量 它的硬度适不适合做成苹果汁 而营养系他们可能在意这颗苹果它的 它的糖分含量、它的维生素含量 对于哪些人来说是比较好的 我们也会修营养学 它是在三年级下学的必修 但也仅限如此 那食科跟生科的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都会上DNA以及RNA 可是我们更在意的是食品相关的维生物 以细菌酵母、黴菌为例 它们的差别就差在DNA与RNA 简单来介绍一下水活性 它就是在密闭的空间中食品的平衡水蒸汽压 和相同温度下纯水的饱和蒸汽压的比值 简单来说它就是食物中能够被 维生物自由利用的水分含量 以纯水来说它就是1 然后水活性通常是以0到1来表示 刚刚前面提到的细菌、酵母菌以及黴菌 它们的水活性分别是0.9、0.87、0.8 因此可以看出来 黴菌它是在比较低水活性下 还可以生存的一个菌种 它属于比较耐旱的菌种 那么食品系和餐饮系的差别在哪 感觉都是吃的嘛 以螃蟹为例 我们在意的是这个螃蟹在捕捞上来 有没有确实的冷藏 避免微生物滋长 螃蟹的壳不好进食 那可不可以使用高压加工 让它的壳破裂方便进食呢 而餐饮系他们在意的是 这只螃蟹要怎么料理 它才会比较好吃 所以我觉得食品系的话就是 利用加工、化学以及生物的技术 来改善制成以及研发 我觉得食品系带给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善用转眼明辨是非 酒放不坏的东西就一定有防腐剂吗 像前面我举的水活性 黴菌的水活性只需要0.8就可以生长了 那当你的食物水活性含量很低 低到黴菌无法生长时 基本上是不容易腐败的 那它也不需要放防腐剂啊 那怎样的人适合读食品科学系呢 特...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 不可以讨厌生物和化学 特别是化学 因为我们会读非常多的化学 光是必修的化学就有八门 我们会上普化、有机化学、分析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分析 普通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以及食品分析实验 在生物的部分我们会修生物学、微生物学、食品微生物 微生物学实验以及食品微生物实验 除了上书两者我们还会上生化 那生化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像是你喝了一杯酒 那个酒在体内是怎么代谢的 你吃了一颗苹果 苹果的葡萄糖 它是怎么在你体内转换成能量的 我觉得食品系的特色就是按部就班 我们有个技术叫做蓝炸技术 它是利用多道的条件来达到食品的安全 普遍来说 微生物在5度到60度C可以生长 那第一道我们就把温度提高 假设加热到70度C 大部分的微生物都不能生长 然后第二道把水活性降低 因此能够生长的菌就是在高温 然后又在滴水活性降能够生长 第三道则是把pH值调酸 能生长的微生物就更少了 以此类推达到食品安全的目的 就是因为每一道每一道的加工程序都很重要 都不可以忽略 所以我觉得食品系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系 举例来说像是你到超商看到相同性质的食物 他们基本上长的都差不多 因为他都是经过规格化以及标准化后的产品 以公司来说相同的产品会比较方便控管 所以食品系出来大部分都会比较保守一点 那么食品系未来的出入有哪些呢 以专业证照来说我们会考取食品技师 保健食品工程师 食品检验分析技术师以及HESA的证书 大部分会分为学术界、产业界、产业界又进 分为制造业以及服务业 还有高普考的话你就可以当总公务员 或者是创业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师说有一位学长 他10科毕业后在夜市卖牛排 可是牛排是属于比较低价位的产品 牛排的口感就没有那么软嫩 那他要怎么让比较没有那么软嫩的牛排 变得比较适合消费者的喜好呢 很多人会认为泡嫩精对不对 没有这位学长他使用的是酵素 大家都知道木瓜酵素、凤梨酵素可以让肉质软化 他就去购买酵素 把牛肉泡进去就可以达到软化的目的了 那么我印象深刻的课程有哪些呢? 首先是食品维生物实验课 这是我们在大二的一门必修课 其中有一个实验就是生菌素的检验 那时候老师让我们各组搜刮学校周围的饮料店 然后来看看哪一家的饮料店的生菌素比较多 可是其实实验结果下来最脏的反而是自己的水壶 这让我们发现 要先检视别人之前要先检视自己 其实最脏的东西反而是自己的水壶 然后还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因为那么脏的水壶你都喝了那么久 你还不是一样生龙活虎的 以及食品分析实验二 在这堂课我们会学的怎么测油脂、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眼泪 这是一门的专业选修 它在大三 然后是因为包含在学分学程内的 印象深刻就是酱油到底有多鲜 大部分人都知道海水的咸度大概是3% 你光喝一口海水你都会觉得非常的鲜了 可是那时候我们测出来的酱油 普遍都是海水的3到5倍 这让我想到一句话 人如其实 这让我深深想起雕食的重要性 我要选择怎么样吃东西才会对我自己是比较好的 以及专题讨论 我的专题讨论的题目为 不同萃取条件对白丁草多酚萃取率及抗氧化效果之研究 为什么我要选择白丁草这种听都没听过的中草药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要延续学姐的实验 然后我们选择萃取条件以容器还有温度进行选择 我觉得在专题学到最重要的就是主动 因为像白丁草这种你听都没听过的中草药 你要自己主动去问学长姐 然后自己去找论文 以及耐心 虽然大家都说实验只要三重复就好 可是事实上大部分都会做到30次以上才会有三重复 然后在这么多的数据中你要怎么整理分析 这也是都很需要耐心的 还有一点就是细心 我之前因为酒精配错而倒掉了10公升的酒精 可是那也只限于在实验室只是10公升 如果是去外面夜间可能倒掉的就是10吨 接下来要介绍一些在课本上没有的东西 首先是排球 我答一和答二的时候非常热衷于排球 排球教会我忍耐冷静 还有找到自己的热情 当初会选择打排球 纯粹只是为了健康而已 我答一的时候甚至加入了排球校队 然后因为我的身高不高 教练希望我练的是自由球员 可是那时候我也是第一次接触排球 我在队长连续的时候顶多只能打5颗 可是经过每天每天2小时甚至4小时的练习 我从5颗到最后可以600颗不间断 可是练习是非常枯燥乏味的 我这就是需要忍耐 想着你未来可以做到多好而忍耐 大二的时候我担任系队的举球员 他算是队伍的指挥官需要最冷 是整个队伍里面需要冷静的人 为什么 因为第一颗球通常都是揭发球 然后你要冷静的判断 揭发球他会喷到哪里 他会到哪里 我要去哪里做准备 第二颗球是举球员的球 你要判断哪一个攻击手的状态比较好 我要把球举给谁 举球员控制的是整个队的步调 以及他们的气势 所以我觉得举球员是一个需要冷静的球员 排球我觉得是让我了解到这句话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练了那么久的球 就在等这一球 就在等这一场 当你扣球的那瞬间 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 在大乐的时候我也加入了社团 我参加的是海运国际民俗舞蹈社 简称海运社 顾名思义就是跳民俗舞蹈的社团 在社团内我学习的是沟通、尝试 还有社交的技巧 刚开始会进入海运社 纯粹只是想要寻找终生的兴趣 然后应援计会下 跟老师到日本进行参访 然后我就看到日本的祭典 有许多的爷爷奶奶他们在跳舞 就突然发现 原来舞蹈是可以当做终生的兴趣 简单来介绍一下民俗舞蹈 我觉得民俗舞蹈就是将生活 用舞蹈记录下来 以阿美族的丰年记来说 他们有很多的动作是与海浪有关 因为阿美族是一个住在海边的民族 他们的歌声则是传达了对祖灵的感谢 我一进到海运社当的第一个干部就是总务 就是攸关钱钱钱跟钱的干部 凡是从大活动甚至到小活动 只要跟钱有关的 你都要精准的控制预算 然后精打竞算 哪一家是比较便宜多方比较 大三的时候担任的是副社长 在这个职位我学习是怎么统整 然后并且发号施力 学着让大家听我说话 我觉得海运社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就是舞展 因为其实我大学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舞蹈这回事 可是我从零开始学到最后我可以站上舞台 完整的跳完了六到七首舞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学化妆 韩运社是一个比较偏表演性质的社团 每一场表演我们都要学着化妆 像是舞展那种大型的活动 我们就要化很夸张的舞台妆 我觉得化妆根本就是一场易容术 我觉得社团被大家认为是大学必修三学分之一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在社团期间我体验到夜冲通宵 一群人只为了一件事一个信念而相聚在一起 那是一个非常热血的过程 除了课业以外我自己还有修读了第二外语 因为我觉得语言是提升专业的助力 举例来说 我大三的时候修读了一门包装学 然后我们的期末报告就是养乐多 可是在台湾的养乐多官网上 找不到太多与包装相关的资料 如果你换一个语言换到日本的官网 就会找到非常多的资料 我的第二外语就是日文 在学日文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什么叫做孤独 因为每一个周末每一个周末我都必须自己提着行李箱 从宜兰回到台北去赶普及班然后上日文课 我错过了很多很多同学相处的机会 游玩的机会以及认识宜兰的机会 还有时间的管控 因为除了课业社团我还要自己再另外几出时间去读我的日文 我觉得支持着我的就是梦想两个字 我从高中开始就有一个留学的梦想 我希望能够挑战自己的能耐 为什么我会想要去留学 就像是你在陆地上学游泳 就算姿势再怎么标准 跳到水里你还能游得起来吗 语言也是 我认为要到当地真的去生活一段时间后 你才可以更进一步更加精进 从我高中N5开始考 一路到现在N2合格 我看了我的这些证书 我真的觉得努力是有成果的 接下来要分享我的经验 我觉得所有的经验都是建构在勇于尝试还有挑战 首先是泛舟 因为在某堂课老师突然跟我们说 你在宜兰读书没有去花莲泛过舟像话吗 于是我在当年暑假就揪了一群好友一起去花莲泛舟 可在这两天一夜的活动中我深深体会到 其实好朋友不等于一个好旅伴 为什么 因为当控制狂遇上了freestyle 你们要怎么相安无事的度过两天一夜 真的是一个很考验的问题 举例来说像是拍照 有些人认为有照到就好了 可是有些人觉得不行 我所有的照片都要美到翻天 我要po到IG让全世界看到 除了泛舟之外我在暑假自己也去尝试了立奖 那么立奖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给你一个板子 给你两只奖 然后自己在海上去漂泊 顾名思义就是要站在板子上 可是当你站上去的过程 你很难确保你的partner 会不会把你像我这样被甩到水里面 我确立奖是找我的国中同学一起去的 目的是要找回我们的初衷 毕竟我们已经认识了快十年了 大学毕后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 要相聚的时刻会更少 这两天一夜的活动 我深深感觉到顾忌是什么 他们对于我完全没有什么的顾忌 因为我当天早上6点就到实验室报到 然后自己从宜兰杀到罗东 跟大家会合 晚上10点多我其实很累 可是他们依旧精神异异的打着枕头杖 打电动到通宵 还要求我隔天早上负责把他们叫起床 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社团观摩竞赛 从大二一开始参加的校内评鉴 到大三带领的社团去参加全社评 以及到最后参加学校的评审委员 这都是一个角色的转换 从一开始的负责动手到动嘴 最后甚至是动脑 而我大学的考照经验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反走过必留下痕迹的过程 首先是丙级舞蹈教练 我一开始根本都没有接触过舞蹈 可到最后我还是去考了这张教练证照 我是要告诉大家 就算我是业余的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点的水准 以及保健食品初级工程师 这主要是要给我的学费一点点的交代 毕竟我读了四年的食品系 总要有将证照证明我四年没有白读 我有认真的去学习 接下来是我的心得与收获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在好学生 高大学以前你的好学生可能是老师认为 认真上课认真读书认真交作业的人 就是好学生 可是大学以后好学生是自己定义自己 举例来说 就像是你每天乖乖去上课 然后在那边坐在发呆 看着老师不知道在做什么 就像度过了两个小时 我会觉得还不如去好好睡一顿觉 提升你的生产效率 做这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大学上用时间才是网道 你有很多很多的自主权 一进大学我就给自己一个目标 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目标 大一是排球 大二是社团 大三就是要日解 大四则是研究所的推增 每年给自己一个目标 那一整年就是努力的做这件事 完成你的目标 大学与高中最大的差异就是冲 你敢不敢试一试 敢不敢去冲一波 像是必修的三学分 爱情社团以及课业 首先来谈谈爱情 我觉得爱情是家人与朋友之间 一个特殊的关系 在高中的时候 你谈恋爱可能会被老师阻止啊 然后同学在那边先淹先玉的 可到大学之后 没有人会管你 可以自己去谈恋爱 而且在大学认识的 大学认识的人都没有什么利益 利益关系 就算是失恋了 其实哭一哭就没事了 就算没有爱情 我觉得还是会有友情 然后时间是一位很神奇的魔术师 可能一开始大一 你们彼此非常的靠近 可是四年后大家是形同末路 也有可能一开始大家都不认识 可是因为一件事将大家相聚在一起 接下来是社团 而且社团让我学到最多的就是 秀出你自己 以社团 以社团招生为例好了 那么多的社团 为什么我要参加你这个社团 这个社团有什么好的 你要把你的好展现出来 茫茫人海中 你要让别人一眼看到你 你要秀出自己 以及课业 大学的课业不像高中 是那么的被动 大学的课业是比较主动 然后选择权在你 就算是必修 你也可以选择你只要六十分过 然后或者是九十分过 接下来是我很喜欢的几句话 夢想不会逃跑 会逃跑的永远是自己 这句话是我自己在晚上读日文的时候看到的 因为人们不会记得你有多努力 大家都不会看到 我是在晚上的时候在那边熬夜读日文 大家只会看到我有一个恩恶证书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为了梦想而发光的人 諦めたらそこで試合終了ですよ 现在放弃 比赛就结束了 这句话是我在专题评景的时候看到的 因为那时候我的专题实验做了整整一年 然后毫无进展 也被老师盯得满头包 自己也会觉得非常的灰心丧志 我怎么这么糟糕 后来老师就让我们换了题目 所有的实验一切重做 在短短半年内 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成果 这让我学习要怎么更谨慎 其实你只要谨慎的做事情 你的效率反而会更好 在最后呢 我跟我的partner 我们也做出了一张属于我们自己的专题海报 并且参加了十科年会 回到前面那句话 不要放弃 只要一放弃 一切就结束了 以上就是我的IOH讲座 谢谢大家